大家好,我是乖秀山 这个视频的咱们深度点评 航发动力,北方导航 交易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全面技术分析,几个参考 不作为买卖依据 那么在点评之前呢 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一,掌时神仙,跌时鬼 迷时凡夫,省时佛 股市如镜,造新魔 那么呢,在股市当中 真的是属于一个修炼场 而且的话呢 你的每一个交易,每一个应对 每一个应对的个股 其实呢,都像照妖镜一样 造出自己的喜怒哀乐 造出自己的贪嗔痴 好,那么我们来看 首先的话呢 像航发动力,北方导航 这两个都是咱们前面 不同时间接连,重连点评的对象 那么今天再做一个复盘 好,例如像北方导航 那么北方导航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10月16日 晚上的9点40分 当时只是做一个比较 什么比较呢 北方华创,北方稀土,北方导航 量价时空的思考 当时的话呢 只是表达一个位置的不同 例如说呢 从生住坏面的视角 或者说呢 从经验的一个视角来讲 平台向上直接进入主生之后 翻倍,甚至翻一倍多两倍 后面的话呢 可放弃 或者说呢 更谨慎 而这些底位 历史上的处于底位底价的 或者说到底部的 那么呢 你的观察视角是不一样的 咱们来回顾一下 例如说呢 有粉丝留言高位的就放弃 可以算了底位的那么多 其实呢 这是一个视角 这是一种态度 我们来看 那么对应呢 例如说像北方华创 好 咱们前面讲的呢 它是属于高位震荡的一种剧情 前面呢 因为30分钟中枢平台 向上直接进入翻倍 而且呢 翻了一倍多 接近翻了什么 翻了一倍多 这种情况下后面高位震荡是可以可放弃的 并不是说它后面一定没机会 或者是一定有机会 而是说呢 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讲 可放弃 高位震荡 因为前面已经经历一个主生 好 那么北方西图也是如此 前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主生 从平台向上直接进入翻倍多 两倍三倍 甚至新竹正主生之后后面的话呢 剧情不是它有没有机会的问题 即便有机会 那么呢 从稳健的视角来讲 是可放弃的 如此而已 好 那么我们再看北方 导航当时呢 只是做个对比 对比的话呢 那么从它的 从它的画风来讲 就是画面来讲 明显 不同 就是它属于不同的频道 不同的画风 不同的位置 为什么呢 北方导航当时 我们再来去看大的角度来讲 从32块5毛5一度下跌 跌到6块6毛8 那么它是从 不管是从历史的大的周期来讲 它属于偏向于底位底价的一个视角 好 而且呢 小周期来讲的话呢 就是从中期来讲 就是大 长周期的话呢 是从32块5毛5以来 好 那么呢 中期来讲 从这个位置 8块6毛6的位置 它都可以把它作为 甚至可以把它作为周线级别的 这样的一个中枢的一个视角 强 可以向上离开段 弱的话呢 它也可能会走这样的一个中枢延伸 所以说呢 它当前的位置上离来是低的 然后呢 我们在小周期 小周期的话呢 从7块3的位置 咱们大家呢 可以回顾一下上一个视频的内容 这一节和本视频的内容 可以做一个连续性的一个跟踪 或者是比较 那么从7块3的位置以来的话呢 对应了它实际上这个位置内部 它组建了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上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个位置可以作为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当时咱们是这样的一个视角 这样的一个观察景观察节点 好 那么呢 作为五分钟的一个趋势上挡过之后 其实呢 这个位置一旦进入被迟回落 那么五分钟的这样的一个反弹 五分钟趋势反弹是随之可以结束的 但是它的推演呢 有不同的 一个是乡下的反向运动 一个呢 是属于中枢延伸 这个位置呢 它是直接以中枢延伸的视角 升级为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而后的话呢 当时讲到呢 墙可以期待向离开段 而且短周期来讲 它有这个量堆的呈现 涨停 十字星 跌停 小的 低下高度的小阳线 这家涨停 那么这种的一个节点的话呢 更多的 它还是在这个中枢的范围之内 但是呢 像这样的一个涨停 跌停 涨停的一个视角来讲 代表资金比较活跃 量堆呈现 当时期待呢 是向上离开段 那么今天两百的话呢 对于呢 它是属于向上离开段的影响当中 只不过呢 这是 作为一个技术的一个巩固 或者是技术的一个回放 咱们上一 十月十六日点评的一个视角 那么今天实际上 它是一种 一种堆信 那么后面再往上的话呢 能够两百更好 不能两百的话呢 会面临短周期的偏离五军 但是呢 这个位置 如果说前面没有任何的应对 已经走出两两百了 后面再往上 对应的话呢 就是错过 买点之后 不要想着去追 不要想着有这种思想 而是呢 培养自己 所有的买点 一定是在下跌当中发生的 在禅师当中 禅论当中的视角下 什么意思呢 这个位置向上 一旦走出一笔上 或者是向上 天雷五军 冲高中 后面跟踪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只要说一笔下 或者是回落 不破 三十分钟上沿 可以把握他的三十分钟级别的 三点买点的一个视角 而且的话呢 根据他的对称性来讲 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上 那么这个三十分钟 向上离开段的话呢 那么他的一个结构来讲 最小可以 最最小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可以期待一个 如果说偏不够强 那么他也大概都会给一个五分钟的趴势上 如果强的话呢 可能会给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上 也就是说呢 从三十分钟级别来讲的话呢 等待三十分钟级别三点买点 如果用五分钟级别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么后面只要 只要有一个五分钟的线段回落 如果说回落带有资金接力 那么呢 就可以把它作为五分钟中枢出销 然后这些人离开段 把握他五分钟级别的机会点 好这是北方导航 好 那么我们再来去看 那么像航发动力 航发动力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对应的 这一支个股呢 也是咱们在前面列出呢 在十月十一日的时候 当时的航发动力六十分钟 MSD底被离 当时呢 用日开墙底分 记住分析 当时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呢 我们来回顾一下 十月十一号 当时的视角是什么呢 是属于从七十块五的位置以来 那么先看大结构 再看小季节 大结构的话呢 是对应的 它的一个大的一个视角 从三十七块一毛九的位置 它对应的 还只是什么呢 列说 像这样的一比上 一比下 好 一比上 一比下 当时的一个节点呢 这个位置是组件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 三十分钟级别中枢的话呢 那么前面从八十块六毛三的位置 对应呢 它是属于日线的 在哪个线段下 日线线段下的内部的话呢 它是一个三十分钟的趋势下跌 那么从三十七块一毛九的位置 大结构 它是属于什么呢 它是属于在哪个日线的线段下 然后呢 三十分钟趋势被词 趋势被词的 趋势被词一买 这是三十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一买 三十分钟级别 趋势被词一买 好 那么这是一个视角 那么呢 这个位置冲高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这是三十分钟级别的内二买 那么再冲高回落 不破前面低点 这个位置呢 以它作为一个 作为跟踪视角的话呢 它是内二买 三十分钟级别的 所以这个位置呢 对应了从 结构来讲 它是不是买点的 是买点附近 什么附近的 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级别三十分钟级别 类型的话呢 内二买 如此而已 当然这是一个跟踪视角 然后我们再看内部 这是大的结构 这是小细节 小细节的话呢 观察这一段 它有没有可能结束的问题 有没有可能结束的话呢 当时的一个跟踪视角 是把它作为一个五分钟的趋势下跌 而且发生趋势被词 五分钟趋势下跌 趋势被词的话呢 反弹它就五分钟不去追 就那错过买点 不要抢它去追 这种 而是呢 等它第二个买点去把握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当时的一个跟踪视角 这个位置呢 咱们是用五分钟的一个维度来去观察 五分钟的一个维度观察的话呢 当时的一个推演是什么呢 从七十块五的位置 作为一个观察基点 观察基点的话呢 当时的跟踪视角 我们来看 好 这个位置呢 是把它作为了一个五分钟 就是这位置的一个五分钟中枢 这位置是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当时的话呢 是这样的一个定位 就是这样的一个 长轮四角下的一种推演 好 这是一个五分钟中枢 下跌 这是第二个五分钟中枢 好 那么这个位置的话呢 是作为五分钟 当时作为五分钟趋势被词 一买后面的行情没走出来之前 但是呢 向上冲高的时候呢 直线上升 咱们讲的呢 错过一类买点 不要想去追 而是等一个二类买点出现 看到市场会不会给 从推演的角度来讲 这个位置 如果说给出一个五分钟呢 线段回落 不破前低 它就是五分钟级别二类买点 五分钟级别的二类买点 结合 三十分钟级别的类买附近 这就是节奏的把握 或者用曲线套的一个思想 来去应对的 好 那么但是呢 他当时做法呢 是直接五分钟一笔下 直接跌穿前面低点 什么意思呢 他的推演就是二类买点 没有成立 二类买点呢 他没有给出 没有给出的话呢 他只作为一个五分钟中处延伸 而后呢 再向下走离开段 然后呢 形成新的五分钟 去世被子一买 去世被子一买过 做的话呢 当前他的做法呢 是属于五分钟线段上的 一个延续而已 这是对于航发动力 好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那么咱们用它来 作为一个什么呢 作为一个巩固 而且呢 重点表达一个核心的思想 咱们 任何 是任何一篇视频里面的内容 更多的是吃重 吃重一些 不管是理念 吃重 不管是技术 还是吃重一种经验的视角 那么你如果说能够听到 对你有启发的 或者是有帮助的 这就极好的 可能不同的粉丝朋友呢 有不同的诉求 有的朋友呢 哎 我不想学习 我也不想学习什么技术 我也不想 学习那么乱七八糟的一些 方法论 感觉呢 自己消化不了 我就想看有没有股票 有没有好的机会点 那么呢 需要你自己细心去发现 为什么呢 一 修三不推荐任何个股 二 修三不推荐任何金融演书产品 不推荐任何理财方式 那么呢 只作为一个参考的视角而已 就像什么呢 就像咱们 只是从技术 从方法论的一个视角来讲 它不符合买点 不符合 那么只等待 作为一个技术的一个巩固 如果说符合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 那么呢 对你来讲 你有没有一个分控体系 有没有一个应对的思路在里面 这一点是观众中之众 好 那么这是 那么当前的表达从49块7 它对呢 还属于五分钟的线段上 那么同样呢 今天是五分钟的一个线段上 它实际上 这个位置呢 逐渐的五分钟线段上内部的话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五分钟的比中书 它实际上是一个 一分钟的中书平台 就是当前的一个表达的话呢 那么如果说错过了 又错过了 一次又一次又错过人办呢 不要不是去追 而是什么呢 如果说强回落 这个位置回落 连前面这个小平台都不破 还是有可能 给一个五 给个一分钟的趋势上 你的五分钟线段延续 这个位置一旦结束 给出一个新的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线段下跌 不破前面低点 那么对应的话呢 它就是五分钟级别的 二类买点的一分钟视角了 然后呢 再观察它会不会给出五分钟的 中书组件 然后再向上走离开段 这是从级别从买卖点的 这样的一个应对和跟踪 那么一族的第一 所有的买点呢 不管是一类买点 是坚定在被吃的基础上面 二类买点呢 是坚定在不破前低 三类买点是坚定在中书之上 那么如果说 回落五分钟线段下 回落不破前面低点 你买了 买了之后呢 反抽的力度比较弱 你没有来得及应对 又往下了 那么你只要说 在分控的原则下 破了前面低点 你可以呢 作为短线的一个 招业视角来讲 可以把它作为一个 这是这是一个低预计的 那这是一个 那么呢 我可以认输走人 只是小亏而已吗 所以说呢 机会是释出来的 风险是堵出来的 好 这是航发动力 那么讲到这一块的话呢 因为我们再做一个 回顾啊 因为看到有的粉丝朋友 留言的内容 当然了 有的朋友呢 能够通过视频的 跟踪 视频的听讲 然后呢 能够增强自己的基础知识 能够增强自己的 嗯 理解 我觉得呢 这都是极好的 当然也有 有的时候呢 也会遇到像有的 嗯 朋友的话呢 关心 哎 是不是你买的 然后什么时候 能买什么时候 能卖出 咱们只是作为 技术的一个交流 包括呢 今天视角的一个 呃 讲解 如果说按照 相同的方法论的话呢 你只要把这个方法 掌握了 那么自然就会应对 所以说呢 嗯 修缠 只能从技术方面来进行解读和分析 如果说你自己 你要结合自己的理解 就要自己独立的思考 你等着让修缠告诉你什么时候买 什么时候买 这呢性质就变了 也是平台所不允许的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就说呢 那么对于 不管是做板块的一个判断 还是对于 盘面的一个 跟踪视角 或者一个判断 只为一个参考的视角 那么不管你是从 技术层面 想要去提高 想要去 一起去修行的 想要去学的一个方法论的 还是说呢 只是观察 一些结论的东西 或者是一个 主观判断的东西 但是呢 一定要自己独立的思考 不要作为单一的 操作依据 好 这是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那么像航发 动力 办案呢 可以结合 就是当下 可以结合了 10月11日的 当时的一个视频 那么呢 作为一个连续性的 这样一个跟踪 可能增强 对于买卖点的应对 作为它的才能推演的一个 技术的一个提高和巩固 那么像北方导航的话呢 结合 10月16日的视频当中 当时讲到 那么咱们对比 不管是北方西途 北方华丧 北方导航 他们的位置 明显就是 看大的一个视角上面来讲 就说呢 高高在上的 不要 何必去 已经经历过主程 就经历过主程之后 经历过两倍三倍过之后 何必去计较或者追求 他后面还能不能反抽呢 如果说有 如果说你的反应速度慢了 会不会就呈现为新的优渡 或者新的 站岗 新的背套呢 如果是属于整体来讲 属于大的历史底部的一种 主法近期有量度的一个呈现 那么相对来说 它的性价比会不会更高一些呢 只是作为一个 视角 没有比较 就没有长短 没有优劣 就是呢 你要找到 不管是从择护层面 还是从交易层面 还是从 资金管理仓位的控制层面 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 而且呢 要有一个严格的方法 好 这咱们今天讲的一个内容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点击关注 欢迎记得留言点赞 掌食 神仙 爹死鬼 迷思凡夫 省是佛 古事如尽 造星魔 我就希望呢 更多的 有更多的粉丝朋友呢 不要为了交易而交易 不要每天沉浸于 能不能买 能不能买 能不能卖 能不能卖 而是呢 思考一下 为什么 它符不符合你的买点 符合什么级别 什么类型的买点 如果买的话呢 它适合什么 什么类型的仓位 如果说呢 不符合买点 你能不能等 不要去情绪化的去交易 而是呢 尽可能有这样的一个 让自己多思考 对那操作 那么的行情环境 不明朗的时候 可以让自己管住 收获的管住仓位 好 再见